今天我们来来看红山鱼 我看到这个嘴巴这里呢有两条鱼线 卖鱼的老板说这是海钓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红山鱼呢它肉质鲜美 果汁又少 特别适合做给小朋友吃 我们来处理一下 这鱼鳞跟鱼其实特别硬 我们处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如果自己不会处理 也可以叫卖鱼的老板帮忙处理 去掉鱼鳞之后呢 我们把肚子剪开 从鱼鳃这个位置一路剪下去 内脏都给它超级干净 然后在鱼身上划两刀 这样比较容易熟 然后把水分给它擦干 这样煎的时候呢就不会溅油 然后我们来调一个料汁 准备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点点盐 少许胡椒粉 一小勺白糖 再来点点料酒 最后呢加小半碗清水 给它搅匀 放一旁备用 接着我们来起锅热油 爆香姜葱蒜 倒入香味之后呢 先把它们捞出来 这个时候的锅呢 已经很热了 包括姜葱蒜的油 再来煎鱼 它也不会粘锅 放下去之后呢 先不要去动它 可以放动一下锅 让鱼在锅里面皱着均匀 当煎到这个鱼啊 可以在锅里面轻松滑动的时候 就可以放生了 煎好了之后 把姜葱蒜倒回来 接着加热料汁 然后中火焖 焖的时候呢 我们用勺子把汁淋到鱼身上来 这样子能够更入味 把汁收干就可以了 好了 汁收得很稠啦 早上松转就可以关火啦 这道香喷喷的香煎红丧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吃一下哦 肉质鲜美特点下饭 赶紧给小朋友们做起来吧 再度 Swe订部 少 дор就是 沾尖 perch 我刚才最不好 把缠继 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